女婿要杀老丈人 就因为老丈人长得有反向 这事在封建帝王家庭中 很可能出现 应该说是见怪不怪 甭说老丈人 就哥们弟兄 一旦要因为有长了反向的 那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这位北州的周宣帝 瞅着老丈人杨坚就别扭 不光他瞅着别扭 周宣帝的叔叔大爷哥们弟兄们 都有议论 这宇文云呢 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神经质皇帝 说一出是一出 想要一出就干一出 既然他长得反向 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 下令请我的岳丈过来吃饭 吩咐手下人 注意啊 他头上不五根筋吗 五根筋啊 五根肉重如青龙状 只要有一条龙 蹦一下 我这一拍桌子 你们就上 大伙一听 那我们是瞅着龙是瞅着陛下 您当然看他那脑门了 他只要一有变阴变色之处 你们就可以动刀 就说他心怀不轨 是 埋伏起来等着 杨坚敢不来吗 皇帝请 随教随到啊 到了周宣帝这 失礼已毕 正金危坐 是泰然自若呀 周宣帝仔细的 给这杨坚相相面 一看 这脑门是比一般人宽 那龙在哪呢 不说五柱晴天吗 没看这一柱啊 我拿发刺激刺激的 老爱卿 那朕听人说 市井有谣传 说杨氏必要取代余文氏 你听到这些的吗 这要是一般人 没点地方皇帝说这话 那还不得变阴变色呀 跪到求饶啊 杨坚他太明白这个了 这是一个老政客 他的最大功夫就在于喜怒 不形于色吗 心里边也一哆嗦 脸上一点表情没变 那五根筋哪个也没崩 所谓五个肉柱 只贯顶梁啊 一个肉柱也没出现 我这宇文云俩眼 瞪得跟包子似的 就在这看着呢 心想你只要一变模样 你就完了 刚才怎么样 现在还怎么样 杨坚 微微的笑了笑 站起身来 跪倒在地 同样是失礼 这跟求饶可就不一样 陛下 那是有人陷害老臣哪 说句话来 声音也不打颤 跪下站起 身子也不发抖 一看这心底无私啊 周宣帝也找不出任何过错 又聊了会儿别的 就把老丈人放了 他哪知道 这就是杨坚 过硬的 政治表演天赋 他这基本功太高了 杨坚 处在这么一种危险的环境中 下面的说 他能成皇帝 甭管爱听不爱听 这消息传出去了 宇文宗亲 都视他如眼中 丁皱中刺 就连他这皇帝姑爷 都要宰他 您琢磨他多危险吧 他在人前 只好装出一幅 木讷迟钝 少言寡语 毫无政治头脑的样子 一问点什么事 是吗 还会这样 装傻冲愣呗 人家说 我有这么一想法 好好好 那位有那么一个主意 不错不错 他是随声附和 那么杨国丈 您说怎么办 我可不知道 他什么事 他也不做主 今天我们查这历史 你能看到 在杨坚作宰相 掌大权之前 他没有什么政绩 分工委级 更谈不上 合着光仔那当高官 一堆名誉头衔 他没功劳 哪是没功劳 哪是不懂得去建功立业 实际 这是古人的一大智慧 叫韬光养晦 这人生大谋略 想当年蜀汉皇帝 刘备刘玄德 在曹的手下后院里边 还种过半年菜呢 为什么 那不也韬光养晦吗 他天天在曹的后院 要是文鸡起舞 练练剑 夜里压腿 白天写点诗 那就活不了了 这韬光养晦 是政治家们一大谋略 通俗点说 就是大智若鱼 大巧若拙 看着好像很一般 其实啊 是很不一般 您看那舞台上演员演戏 他有时间限制 那话剧演员一幕话剧 演完下来一卸妆 得了 这有时有会儿啊 这杨坚在四面杀鸡的 北州朝廷中心 要想演的一点不洒汤 不漏水 这玩多难呢 关键他没盼头啊 什么时候能卸妆下台啊 杨坚很紧张 就找这郑义来了 郑义 就是那周宣帝 他那皇帝姑爷的宠臣呢 在这皇帝姑爷当太子的时候 郑义就跟太子关系不错 现在说什么太子都听 郑义告诉皇帝 说应该让杨坚这样的重臣 镇守边关 实际 这都是杨坚求郑义这么说的 为什么 我离得越远越好啊 郑义 是冥思苦想 帮杨坚解脱 中国古代这政治游戏 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律 是朝官没中 地方官没清 可是反过来 地方官因为远 离专制帝王 半君如半虎嘛 离着远 倒是性命无庸 有那么句话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当然了 你要得罪朝官的人 也容易受人陷害 关键 看你去怎么运作 有时候 这地方官能够抗拒中央 化险为夷 就因为离着皇帝远 受约束 比较轻 现在杨坚就恨不得 赶快到地方上 去找一尸圈 躲开这位神经质的皇帝姑爷 他杀大臣如儿戏 杀美人从不眨眼呢 和这大臣美人 他都不心疼 有的是啊 一仗是120 两仗是240 这一仗之规定这么多 那多少人 就在朝堂上打死了 杨金心想 我躲你越远越好 所以找正义 正义马上帮这个忙 不过得有个机会 跟皇帝说了 皇帝点头 我知道这事了 往哪派呀 没时缺呀 公元580年5月 机会来呢 周宣帝 决定派正义 率领兵马 讨伐江南的陈朝 正义一看 这得去呀 可是我是文人 我推荐一位大将军得了 他是宠臣 你说推荐谁吧 推荐您的岳丈 杨坚大将军 好 皇上点头了 杨坚做元帅 这就得到了离开朝廷的正当理由 而且获得扬州总管的任命 实际就扬州总镇呢 离开建康城 这杨坚前脚刚到扬州 还没等做稳当呢 突然传来信 自己那位神经质的杀人狂 皇帝女婿 报病死了 可把杨坚给高兴坏了 也紧张坏了 他隐约约感觉到 这是天将大任 将于他杨坚呢 这是难得的机会 因为他想也不敢想 这皇帝姑爷才22就死了 死得这么早 死得这么突然 死得这么让他心动 有皇储吗 有啊 小孩子刚七八岁 继位叫那周靖帝 因为已经当了一年小皇帝呢 那周天元帝周宣帝呀 不做了一年太上皇吗 那会是追求时尚 乐意当太上皇 所以他继位一共两年 头一年当皇帝 第二年当的就太上皇 小皇帝七岁 今年八岁呢 八岁也是孩子呀 杨坚心想 我是当今小皇帝的老爷 我能不能有所作为呀 杨坚越想越激动 可是这刚刚到扬州 这皇帝没召你 你怎么回去呀 就在这心慌意乱的时候 他那好朋友正义 去找杨皇后去呢 杨皇后 现在就得是杨太后了 你想想 她是周宣帝的夫人 杨坚的女儿 自己女儿哪也不像着 娘家爹的呀 现在朝廷中这么一盘散沙 与其张王李赵 别人掌权 还不如我们杨家说了算呢 正义跟杨太后 这么一拍即合 以太后口吻 通过小皇帝的圣旨 就把杨坚掉进了建康城 杨坚接的这信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没有马上动身 他再继续滚吧 可把建康城里那正义正大人给击坏了 他联盟派自己的同僚亲信 叫刘坊 你去请请杨将军吧 刘坊来了 一见杨坚如此这般 陈述一番 现在我跟郑大人是密不发丧啊 周宣帝死信还没对外公布呢 就得请您回来先煮朝政 要不然就乱了 你怎么样 何时动身呢 再看这杨坚 把那脑袋摇得跟不愣鼓一样 不去不去不去 我打有这份德能啊 我可不想去 刘坊跟郑义 私下里跟杨坚都不错 彼此是知根知底 刘坊心想 你跟我还用得着演戏吗 来了个激将法 我说 杨的将军 您要干 您现在就跟我走 要不干 那我可就往前冲了 那什么 那要不我就跟你回去吧 好杨坚 真答应的够利索的 感情这推辞 就是一种故作的姿态 跟老朋友他也不能太坦诚了 也得假装 不好意思的 多少 也反映出一点 杨坚心里没根 胸有成竹 跟胸无成竹 那那状态当然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 周宣帝 他们哥们弟兄好几位呢 什么赵王 陈王 岳王 代王 藤王 这都不是空的王号 是各为一方诸侯 统领着兵权 宇文太的外甥 有个叫玉池炯呢 玉池炯在向州 坐着大将军 关拜向州总管 手里握的强兵 那都是宇文太的旧部 宇文太就是北州的奠基者呀 他的儿子有这么多 外甥也都长得兵权 杨坚不能不犹豫 自己毕竟姓杨 人家宇文家族 还有这么些人呢 我再有野心 我再想说了算 人家能答应吗 但是现在 骑虎难下呀 不去 错过良机 去了的话 手里不敢说 胜券吻操 杨坚就跟自己的夫人 打个招呼 那夫人 独孤氏 就是当年那位 北魏名将 独孤信的女人 北魏分裂的时候 独孤信 保着那位孝武皇帝 跑到西边关中来 找宇文太来 由此 成了西魏的重臣 跟宇文太两个人 关系很要好 曾经率重兵 威震边关 他看出杨坚是人才 所以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杨坚了 此刻杨坚对这独孤氏啊 是言听计从 为什么呢 这些年来 他感觉这贤内柱 真是无可替代啊 杨坚在宠爱独孤氏的时候 就说过嘛 我今生今世绝不纳妾啊 我生的儿子都得是 嫡亲发妻所生啊 杨坚够爱这独孤夫人的 现在一说这情况 独孤氏想了想 夫君只有去了 你现在骑虎难下 应该勇往直前啊 这话分谁说呀 自己的夫人这么说 更加坚定了杨坚的信心 不达目标 绝不能罢首啊 当天 他就假称 受到了宣帝遗诏 回建康府上 到建康城 头一个任务 先把皇城内外的 近美军的军权 牢牢的抓在手中 杨坚这手太漂亮 为什么 皇宫要是没有安全保障 那就全完了 他是在匆匆忙忙中 被推上历史前台的 有自己的女儿 皇太后撑腰 有自己的外孙 小皇帝的圣使 杨坚是名正言顺 大权独揽 出任甲黄岳左大丞相 甲黄岳 那就已经表明 代表皇帝行使权威啊 都督中外诸军士 拥有中外一切军队的 实际指挥权 这就是抢山头 先发制人呢 就战山为王 先道为君 后道为臣呢 在这个机会上 杨坚把握住了 但是现在危险依然存在呀 杨坚知道 一旦发生动乱 很可能自己被人 从这大执政的位置上 给挤下来 给赶出去 甚至给杀掉 他虽然 已经把握住了中央进军 但是各地那些边关大将 宇文诸侯们 能让自己顺顺利利的 吊拨兵马 高高在上吗 应该说杨坚现在最缺乏的 就是人才 统治基础 光是在上层有人支持 底下并不牢靠 杨坚抓紧一切机会 严懒人才 培植亲信 他知道 这是破在眉睫的 头等大事 中国有句话叫 事在人为啊 没有人是成不了事的 这是尽人节之之理 可是用什么样的人 怎么用人 却不是很简单的问题 世上有很多这样的人 精明强干 但是他们喜欢任用的 是庸庸碌碌的小辈 或者是产宁之徒 没什么 这些人谨慎呢 这些人为命是从啊 从来不敢提反对意见呢 对自己也没有威胁 所以呢 爱用这些人 结果当然 事业萎缩 或者甚至是丢去了性命 过去有这样的帝王 他是远贤臣 专亲小人 那结果就亡国败家吗 杨坚深懂此中道理 而反过来 历史上还有一些人 本人并没多大的本领 并不是十分的精明强干 出来拔萃 但是就有一个致命的优点 致命的优点啊 敢于 善于 任用 比自己强的人 最明显的 就是那刘邦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 用的汉出三节 张良 韩信 萧和 哪位不比他能耐大呀 但是 他能把这三位管好了 就有了江山 反之跟刘邦对敌的项羽 力能跋山弃盖室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项羽倒失败了 若 何以胜强 权在人才 杨坚现在知道 自己用人 有两条重要的选择呀 一个 是要选择那些 推荐自己入宫辅证的 昔日故交 像什么正义呀 流仿啊 这些人 不能扔了 为什么呢 这是自己的班底呀 而且现在让朝廷中 现有的文武大臣 不要有大的变动 一就让他们各任其职 为什么 起一个安定人心 这叫 赞用旧臣 二一个选贤举能 就是要破格提拔一批文武人才 这为自己作为后备力量 将来慢慢留着用 杨坚知道 用人是很费脑子的 他现在必须两手抓 一个是启用新人 二一个是得善待旧人 在启用新人中 还得重用能人 你说着简单 其实 那对人才的把握筛选 那得独具慧眼啊 您就甭说别的 像正义流仿这些人吧 没他们做内应 自己根本走不上大职 这一步 可是这些人呢 能力又有限 名誉呢 也不怎么样 不算小人也差不离了 只可与其想其成 不可 为以重任 你这现在就不用他们了 又太不尽人情了 所以只能是留在身旁 不与重任 反过来 从自己的军队里 从朋友的推荐中 他精挑细选 摘了一大批 有勇有谋 文武兼备的 优秀将官 你比如说将军 卢奔 元昼 李元通 陶城等等 那真是二十四小时不合眼 轮班倒 紧跟着杨坚 吃喝拉撒睡 这几位都得陪着 宫中看似宁静 实则危险四伏 公元580年5月23日 杨坚正式宣布 大权在卧 他就得对外公布 周宣帝已经去世了 皇帝并故 自己临时执掌朝政 代替小皇帝 那位周敬帝 来执掌朝纲 好些大臣是议论纷纷 大多数一听是一愣 跟着就不服气 有些人抄抄嚷嚷 就要质问 这时候就听金殿下边 哗啦噔噔噔 假夜声音响 呃呃呃呃呃呃 脚不声响 跟着就听 呱呱呱呱 好这么整齐 摔着正步 上来一支队伍 进军队伍 被谁领来了 就杨坚刚刚选拔出 那位将军卢奔 卢奔带着一帮金甲武士 冲上殿来 谁还让上 啥一下 静下来呢 签字吧 大伙都同意 这杨坚说了算了 杨坚辅政大半年的时间 有多少次是靠着这些人 化险为夷 常言说的好啊 护身用武将 运筹须文臣 对于想通过平稳方式 移夺地位的杨坚来说 武将仅仅仅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真正让大伙心服口服 尽量不起波兰的夺过皇位 这就使得谋臣的运筹 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选拔完了武将 他又选拔了一批文人 你像当时著名的儒生李德林啊 智能高炯啊 苏微啊 李牧啊 李德林曾经给杨坚出主意 一定要贾黄月任左大丞相 这贾黄月这主意 就是李德林出的 为什么 那明摆着呢 正义跟刘坊 这两位朝中的重臣 把你杨坚从扬州请来 那意思就是你当大总宰 我们当一个小总宰 大司马 这就行了 这个格局可是三人辅证 什么叫总宰啊 北州不是崇尚州礼吗 要不得国号怎么定为州呢 州代的时候 那个大丞相 文武百官之首 就叫总宰 大总宰 实际上后来就成了一种荣誉之中 下边的小总宰 那就是副丞相 那么大司马 掌军权 这二位要想辅政 杨坚哪能干呢 三个人势必会发生矛盾 所以他就找李德林来了 李德林告诉他 您就贾黄月 赌掌朝纲 最为好 这二位没有那个才华 跟品德呀 他一说贾黄月 这就给杨坚提的醒 这才大权独揽 同时对那二位有功之臣 他也是善待 只是不给以众权 为什么呢 这样的人没有那个能力 拿那么大权力 倒容易给他惹祸 这就是文臣帮他运筹的结果呀 而此时此刻 对杨坚来说 不论是刚刚到手的权力 还是下一步 进一步要夺取的皇位 这两者最大的威胁 并不是朝中的这些大臣 也不是议论纷纷的百姓 威胁来自于皇室 也就是语文家族 这七八岁的小皇帝 周靖帝 当然是威不足道 但是周皇室 诸王 各阵诸侯 手握重兵 不可等先是之 一旦他们要跟朝中这些 语文家族的旧臣公寻们 首尾呼应 内外相应 那么足可以翻天覆地 我杨坚就死无葬身之处了 字幕志愿者 rique状 详官 详官